在昆明的第三個行程 官渡古鎮 我來想一想聽她的講解結果 官渡古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延朝 那時這裡是邊池的一部分 後來經過長時間的邊遷 才形成了今天的古鎮 這裡的建築風格獨特 保留了很多明清時期的特色 走在古鎮裡面 就好像穿越了時空似的 而妙暫紫金剛塔 就是官渡古鎮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這座塔用了沙石離起 所以又叫妙暫紫石塔 因為塔的基座四面都有洞 可以穿過塔深 所以那些人都叫它做村深塔 如果你來到昆明 一定不要錯過官渡古鎮 和妙暫紫金剛塔 在這裡 你可以欣賞到美麗的古建築 了解到雲南的歷史文化 皇宮東街 去到昆明 當然不能錯過昆明老街了 這條街是昆明的歷史文化名片 整個街區都充滿了古色古香的味道 在老街上 可以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舊建築 有些還有幾百年的歷史了 這些建築見證了昆明的變遷 又承載著很多的故事 除了看建築 還可以去一些特色小店逛下 買一些手信回去送給親友 老街的美食都很多 可以試一下正宗的昆明小鍋米線 頭花米線和這個碗豆粉 又或者去一些茶館坐下 探杯地道的普里茶 晚上的老街就更加熱鬧了 有很多街頭藝人表演 整條街都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昆明最中心的地方 總之 去昆明不去老街就等於沒有去過 好